刚煮好的酸菜鱼 淫上热腾人的辣椒和配料 最后撒上菊花瓣 色香味一次到位 在台湾 酸菜鱼的蜂巢正在发烧 酸菜好吃 然后鱼也好吃 我觉得很鲜很好喝 感觉是那种新鲜的海鲜 然后它有那个甜味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很好喝 源自中国大陆的酸菜鱼 原本只是一道菜 软嫩Q弹的 黑屋鲤鱼搭配酸菜 软麻鲜香成了韬客最爱 餐饮集团插起鸡笼 市营运期间 民众闻香而来 一早就来排队 我们点三个口味 然后酸菜鱼的部分 就是它酸度刚好 然后它有点 应该有加花椒有什么的 辣度 对 辣度也 我是觉得刚好 这么说 就是它是一点点辣 所以不吃辣 应该可以试试看这样 有酸有辣 就是很入口 不同于重庆的酸菜鱼 重油重咸的口感 业者特别到大陆取经 改良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喊出鱼笔汤海鲜 以柴鱼昆布当汤底 加上自然发酵的酸菜 提升汤头层次 还有多种汤底口味 让民众选择 前往上海取经 去跟我们师傅做一个学习 那学习完之后呢 再回到台湾进行研发 比较特别在于说 过去的一般比较传统的酸菜鱼 可能它的汤头部分是比较偏酸 比较偏辣 比较满 那我们运用了我们的汤底的一个技术 然后呢 是融合到我们的酸菜鱼品牌里面 是标榜了一碗连汤都可以喝的酸菜鱼 不敢吃辣的 也有番茄鱼 明太子奶香鱼汤底 搭配私房菜 榨物等点心 让民众有多样的选择 我第一次吃酸菜鱼 但这个味道应该算 就是蛮符合 我觉得蛮符合台湾人的胃口的 它特别研发了七管汤底 除了酸菜鱼之外 还有我们的番茄鱼 那不吃辣的 其实可以选择 年轻人非常喜欢的 民太子奶香鱼 那还有我们的虾汤 其实这都还蛮受欢迎的 知名的联锁餐饮集团 去年全台展店 竟然除了原本的烧肉火锅 又再多一项品牌酸菜鱼 主要是看好台湾人 真的很爱吃锅物 在最近就是很边境开放 那我们的外国旅客 来到台湾之后 也发现到其实外国旅客 对台湾的火锅 也非常的有兴趣 事上也是非常看好 这个区域的消费能力 除了原本这边的 居民的消费能力之外 我们也看好 就是年轻族群的消费能力 所以我们选择在这边 来开了第三个全新的品牌 就是比较偏向 年轻族群蛮喜欢的 酸菜鱼系列的品牌 餐饮业者抓准台湾人的饮食习惯 调整口味推成初心 就是能够抓住年轻韬客的胃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导 很紧的 刚才看来 支持 conteúdo 最且 s